歡迎來到翠翠地頻道FUNS TV 渠蓋換新裝,大家好去處 一個毫不起眼的渠蓋 除了有檢查和清理沙井,渠道技作用外 它就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渠蓋 不過渠無處已經於 11個地點安裝超過200個特色渠蓋 或上鮮艷色彩,突顯當區特色封土人情的圖案 包括臨村的渠蓋畫的是許遠樹 在大奧記渠蓋上就是小艇和漁獲 爬屋和水道,魚九個地點 已更換特色渠蓋有 蝴蝶谷道寵物公園,茶果嶺海濱 啟德河,航平,里漁門,翠平河 土瓜灣海濱,海輝道海濱,吳同寨 特色渠蓋工序繁複,成本要港幣6,000元 據渠蓋鑄造廠,第三代負責人劉偉文指出 製作特色渠蓋,比普通渠蓋工序更繁複 要做到設計圖上的幼細花紋 必須使用鋁製帽,而非一向的木製帽 而因為細節較多 過程中亦需要使用黏性較高的 沙來填滿模型中的立位 上色方面,首先要由上黑色油漆 再上一層底漆,最後再作上色 三重上色後,最後進行防滑測試 確保市民不會滑倒 由於需要重新製作模模具 用料和工序,亦和普通渠蓋不同 一個特色渠蓋的製作成本為6,000元 是普通渠蓋的一倍 由收到設計圖到製作完成 至少需要60天,而普通渠蓋則為20天 另外渠蓋處,好過有你設計比賽 9月25日截止報名,連接在下方